电子股里头有中概色彩的个股 又可不可以呢 各位又怎么看呢 请举拍 来 刚刚ETF都给插嘛 对不对 00887都给插 现在给比较多圈了 1 2 3 4 5票圈 一票在中间 等会再来问中间的 来问音量 音量为什么给圈 我觉得现在就是那个 00878 00887 那个太夸张了 那个是有点扯 但是很多中概收成概念股 它是会有机会的 我举例来讲 像2362的这个蓝天来讲的话 今天股价就急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现阶段来讲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要去找 就是说跟现阶段主流有关系的 然后又有中概色彩的 这种有双题材的 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现阶段主流来讲 今天其实不是只有中概股 今天的台积电设备概念股也很强 你看像万论 最好有双重题材 对双重题材 像万论 欣云至胜 你看这个重塑 君豪雷克都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今天 有两个外资出了 两份报告 我们看一下报告的部分 他认为 COAS的产生 你看今年是30万片 摩根斯丹利 他认为今年30万片 然后明年66万片 然后到了后年是102万片 这个要成长多少 72万片 那这个也是 估的其实都差不多 高盛也是估 对 所以今天为什么社会会那么强 就是因为这个消息所带动的 但是这个都已经涨上来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 他上来之后 哪些个伍是有机会 我觉得散热会有机会 所以现在你要找就都有 散热我要找 跟中国有连结的吗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跟中国有连结 就双重题材 那这样明年不能涨中盖 还涨AI 我都有机会 所以这个里面要怎么去找呢 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注意一下 目前为什么我说散热会有机会 因为你看到这家 这家国际的散热大厂 叫做Vertif Vertif它的75%营收 都来自于散热 那你看到股价 它已经怎么样 已经准备要过今年的高点 那这个现行你看一下 是不是跟双红很像 跟它几乎是一模一样 有没有注意到 但是它已经涨到 前高这位置点 而且像安置行上东 双红还在落后 所以我觉得双红会有机会 那我觉得在低价来找的话 有一档是跟中国有关系的 这叫做523雷迪克KY 雷迪克也蛮低的 那它跟中国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 我大概整理一下 这个它的在大陆转投资的子公司 一个叫做群红 然后一个扬州雷迪克 东莞雷迪克 那这个群红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供应 挥达AICP散热机构建的 那这两家来讲的话 它就是卖建商车厂 这些LED有关的 那LED有关来讲 中国现在经济开始起来 房地产开始热了 所以相关的建筑用的LED照明 它就会起来 那你看营收表现 它是连续12个月正成长 所以这家公司来讲的话 有营收 那它跟这个整个中概里面 又有什么样 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我们再看下一张的部分 你看它营收占比就知道了 刚刚蔡董有讲到CDKY 要看营收占比 占它的比重 多少 CDKY其实大概有90% 我们印象中是蓝天 对不对 那蓝天其实只有35%而已 只有35% 反而是刚刚蔡总所说的CDKY 高达九成的市场在中国 对 所以它一定是首选 但今天涨停买不到 所以我们就看其他家来讲的话 比重比较高的 蓝天31% 城起是40到50% 那再来就是什么 雷迪克光学 有52% 蛮高的 52% 所以它主要就是公司房地产LED 登据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中国车厂的部分 再加上它的子公司 又转投投投资的子公司里面 又去呃 这个成为了 灰达的这个散热的供应链 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双重题材概念股 这地方来讲应该会有机会 好 那53年的雷迪克 可以看一下K线吗 我们来看一下5230 而日K线 其实算蛮低的 因为还不算大涨 还不算大涨 因为前一波涨上 就是因为散热的题材 对 那现在来讲这个底 你看 这个一底 一底比一底来的高 那最近来讲有开始补量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题材来讲的话 应该会有机会 好 来 照例 对 照例一圈的逻辑是 对 我想在中概股的部分 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电子股的部分也有 那传产股的部分其实也有 那电子股因为 其实这一两年 美国的电子股 涨非常非常多 其实筹码相对上来讲 真的比较乱 那这两 中概股也不止跌两年 其实也跌了一大段时间了 所以筹码相对上来讲 真的都非常安定 所以你 你去问问身边的人 没有 你手上有中概股 等一下我让大家看农资就知道 好 我们举例这几档股票 你就知道 是发生了什么现象 当然港股的大涨等等 好 你看一下 淘地 淘地KY的部分 自由品牌同装 然后要增加线上等等 好 你看一下它上半年EPS 负0.29 去年同期是负的0.36 你说好 一点点而已 可是还是赔钱 可是重点来了 它的美股净值高达26.1 其实港股 入股 现在的现象就是这样 价值的重估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真的都没有人有 好 我们看它的筹码面 你就知道 2929的淘地 你打它的融资跟融券来看 好 这种股票的 我们看资卷 资卷 你知道这种 你看 拉起来融资还在减 总共多少赞 1156张 你说这种 谁有股票 没有 没有人有股票怎么卖 所以你说 它的基本面怎样 当然不怎么样 可是它类似有一点梦 其实我跟到报 这个港股入股 现在的像 你要讲基本面 其实第一段涨 都不会有基本面 之后才会有 所谓的一个 价值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财富效果 大家赚到钱 假如你买了一档股票 真的 一个礼拜赚了三成 你会不会消费 会嘛 那个是之后的事情 可是现在是 整个价值的一个往上调 好 你看涛地是这样 对不对 好 那这种我比较不建议 因为毕竟涨了六成 两个礼拜涨六成 这个说 不建议买的 可不可以不要花 好 不要 大洋的部分 不建议买 现在讲了一大堆 说我自己的全部 好 好 我会说 大洋的部分 建议买的是哪一档 建议买的 我跟大家报告 南桥 他就说南桥 他就说南桥 他就说 大陆收成跟上海A股挂牌 他在上海有南桥市民 我们看下一页 我写他的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在想 大陆营收占比多少% 其实南桥的部分 大陆营收的占比有60% 他占比就60%了 所以10的部分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 真的非常的有注意 前八个月的EPS来讲 也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成长 其实跟大陆连结 除了ETF最相关之外 在大陆有挂牌的公司 就是南桥他的子公司 上海南桥 他在所谓的上海挂A股 那他持有多少% 他持有81.24% 你看这个是在11之前 他就已经涨了26% 上海南桥市民 那11明天更不用讲了 因为A50 其实讲真的 期货都已经大涨了12% A50跟11之前 收盘的时候 已经大涨12% 所以这个肯定是大涨 那他的总市值总共有31.5亿元 其实也不小 另外一个 他除了在大陆A股有挂牌 皇家可口 今年底有可能在台IPO 重点来了 他是做冰淇淋的 其实 他是做冰淇淋的 对 杜老爷冰淇淋 就是皇家死口的 非常有名 每股市股 每股市股61元 市出了1.9万张 这个EPS大概贡献3块钱以上 所以加一加之后 今年南桥 大概业内加业外 总共7.5块钱 那你看一下 我们看投信的部分 其实都在买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是点水楼 也是他的餐厅 我们看到筹码面 你就会发现 我刚刚讲到 没有几个人持有南桥 你看一下他的农资券的部分 一样 我们家里有个南桥水晶肥皂 但没有南桥的股票 对 因为南桥水晶肥皂很好用 你知道吗 农资你知道 28亿的股票 农资到昨天 只有1738张 重点是昨天才增加 不然 只有几百张 这种股票 完全市场都没有 所以假如说市场都没有 现在题材性又来 基本面又不错 我觉得这种 基本上来讲 都有机会 好